哇 哇 好漂亮的蝴蝶啊 喷洒车 要专心看路啊 OK 不好 前方有一块大石头 噢 喷洒车掉河道里了 还好吗 喷洒车 看 这是谁 救命啊 有人喊救命 张载车 赶紧过去看看 是喷洒车 被人弹困住了 张载车 快去救他 一 二 三 跳 张载车 上出轮子 想把派洒车拉上来 可是 张载车够不着 怎么办呢 有了 有了 旁边有一些木板 把它扑下去 张载车来试试看 能不能够找 哦 张载车 快松手 这个办法行不通 对啦 喷洒车 你别怕 我去找挖掘机帮忙 挖掘机 我需要帮助 好的 张载车 快带我去吧 张载车和挖掘机到达现场 挖掘机 快下去救人吧 调整好位置 开始救人 加油了 挖掘机 哦 挖掘机累他了 哦 挖掘机累他了 哦 挖掘机累他了 糟糕 要下雨了 贼抓金片 哦 前边有几个气囊 挖掘机把它绑在里面上出来吧 这样就可以漂浮起来 来 你们看 一本挖掘跳舞起来了 挖掘机 刀子出手了 OK GO 挖掘机快把挖掘 包上来 教员让步完成了 挖掘机五福正在睡觉 哇 好大的太阳啊 哦 阳光太刺眼 五福被晒醒了 拿个太阳眼镜 戴上继续睡吧 巴士过来染色了 进入五福的染色店 诶 怎么没人啊 诶 怎么没人啊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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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有顾客来了 过去看看 你好啊 五福 帮我染个紫色吧 没问题 没问题 这就帮你染 五福过来选择染色剂 靠近看看 诶 怎么好像都一样啊 那瓶才是紫色啊 嗯 应该是这瓶 可是五福拿的是红色 五福把它放进了染色机 水变成了红色 巴士准备准备 升起染色台 五福可以按下染色开关了 开始染色咯 巴士慢慢的被染成了红色 可是巴士想要的是紫色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五福过来啦 五福 我想要染紫色 怎么变成了红色 诶 怎么会这样啊 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哦 我知道了 应该是太阳眼镜惹的货 戴上太阳眼镜看到的是紫色 摘下看到的是红色 原来是太阳眼镜 导致五福选错了颜色 五福过来重新选择紫色染色瓶 放进染色机 这次水变成了紫色 再给巴士染一次色 巴士逐渐被染成了紫色 染色完成 巴士检查看看 巴士对这个颜色很满意 太棒了 巴士 food 装车车正在路上行驶 走过木草的 走过去看一看 牧草可以收割了 取脚收割机过来吧 倒车 打开车库门 收割机出发咯 收割机和装载车 再去往木草地的路上 到达木草地 收割机去干活咯 开始收割木草吧 收割完一排 继续第二排 收割完成咯 打开车箱 卸下草堆 要运送草堆了 让装载车过去 还有运输车 运输车停这里 装载车过来啦 夹起草堆 夹住了 前进 把草堆放到运输车车厢 好了 装装在车 还要继续去搬草堆 夹起来 搬走 放到运输车上 放到运输车上 装满啦 出发去运送草堆吧 收割机 收割完成 装载车 也可以走了 运输车 走前面 后面 是装载车 和收割机 巴士 突突 五符和机器人们 在岸边等待运输船 运输船过来咯 靠近码头停好 不 运输船太困了 它睡着了 开始卸货吧 五符先过来 五符用力 勾起一捆货物 不 五符被货物当出了视线 撞上了树干 头好晕啊 但还好没事 把货物放下 小红和小蓝 抬起一箱货物 也放在树干旁 巴士 拿起一捆钢管 可是好重啊 巴士 使用的银河 掉到了河里 鼠符快去帮忙 把巴士 从水里拉上来 落水的钢管 也捞起来 巴士把钢管 搬到树干旁 五符再来 勾起一捆木板 五符 五符 去装木板吧 装上木板 拉走 五符来到树边 卸下木板 五符开到了运输船上 继继续卸 巴士接走木箱 运输船突然醒了 它会一迷糊糊的往前开 不 可是五符还在船上呀 一马头 一马头越来越远了 巴士连忙大声呼喊 可是运输船迷迷糊糊的 听不见 这下五符该怎么办呀 突突赶紧想想办法 有啦 机器人可以帮忙 小兰飞到巴士前轮边 巴士用力甩飞 小兰来到了运输船前面 运输船 货物还没卸完 五符还在你的船上 运输船赶紧拐弯回去马头 运输船回来了 继续卸货 五符勾起木箱 巴士接住 搬走 大树干旁放下 五符再勾起最后的货物 给机器人搬走 放好 五符可以回来马头啦 运输船 写完货了 可以走了 突突在泥潭里玩泥巴 好大的泥潭 比赛 多半滚攪到了泥潭里 它还乱起了轮胎 泥巴都见到巴士身上了 鼡鼡被抽上 巴士也跳到了泥潭里 也挽起了泥巴 他们俩在泥潭里蹦蹦跳跳 泥巴见到到处都是 他们从泥潭出来了 兔兔 巴士 快去洗干净吧 到达洗抽筷 他俩身上全是泥巴 兔兔 你先洗吧 兔兔进入洗抽筷 服务 打开按钮 开始洗车咯 好多泡沫啊 洗完啦 哇 服务洗得干干净净的啦 巴士 你去洗吧 巴士进入洗车房 五幅按下按钮 开始给巴士清洗咯 好了 关掉按钮 巴士出来了 检查一下 哦 轮子上还有泥巴呢 五幅勾起水管 接在机器上 给巴士充洗轮子 抽洗干净啦 喷洒车要去工作喽 出发 哇 诶 这里怎么会有石头呢 糟糕 有危险 是山口 噢 喷洒车被困住啦 救援车队快出发吧 装载车出发 挖掘机出发 吊车和推土机也出发 救援车队正在赶往救援的路上 到达救援车 到达救援车厂 装载车来把石头夹走 放在这里 干得漂亮 继续夹石头 搬走 挖掘机也要开始救援车 挖掘机也要开始救援车 勾起石头 移到旁边放下 继续工作 把这些石头都拨开 好了 石头被清理开了 轮到吊车出马啦 把喷派掘起来 放到旁边的空地上 收起钓钓 钓车做得真棒 喷派车被救出来了 继继续沉进吧 黑肯鲑 landing 把石头鲜 把石头铲走 和 22-3 救援任务完成咯 救援支队表现得太棒了 回去吧 五福和兔兔他们要玩捉迷藏 兔兔先来捉 十九八七 八十五福 你们赶紧找地方藏呀 五福来到了基地 一二楼 五福想藏在二楼的甲板下 小心点哦 八十你还不快点躲起来 八十想藏在这里 哦八十的屁股露出来了 八十这里藏不住的 快换个地方 六五四 八十怎么办呀 八十找不到地方躲藏 三二一 兔兔快去找人吧 八十你得找地方躲藏呀 八十九八七 八十要躺在哪里了 八十 藏灰藏不住你 快出来 八十来到了染色店 八十被染成了黄色 怎么会这样呢 八十五四 八十三 八十快藏起来 八十快藏起来 哎 这堵墙的颜色和八十的一样 就藏在这里吧 二一 我去找人咯 我去找人咯 会不会藏在这里呢 没有 看看草位里有没有 也没有 继续找吧 啊 骆驼居然没看到八十 八十 来基地找找 走到5服啦 51288 iner 再去找巴士咯 巴士到底藏在哪里咯 那边好像有声音 过去看看 这不好像是巴士 哈哈 找到了 土服来挖土坑了 它慢悠悠地挖着土坑 巴士正在帐篷里睡觉 土服在水坑玩水 小红小兰跳到水里洗了把脸 哦 什么东西 天啊 是龙卷风 兔兔赶紧倒车 但它的轮子陷在了沙子里 怎么用力都出不来 怎么办 龙卷风越来越近了 兔兔快点求救 救命啊 救命啊 巴士睡着了 听不到 扑扑挖土坑也没听到 小红小来 快去呼叫救援 小红过来撞醒了熟睡中的巴士 龙卷风过来了 龙卷风过来了 但是兔兔陷在了沙子里 他需要帮助 巴士和武福赶紧过来查看 他们看到了远处的龙卷风在移动 而兔兔在用力倒车 却倒不出来 巴士武福快过去帮忙吧 救兵来了 用挖斗勾住车厢 龙卷风正在靠近 情况很紧急 用力拉兔兔 鼓呼加油 兔兔出来了 龙卷风过来了 赶紧离开吧 他们在找可以躲避龙卷风的地方 哦 帐篷 可以躲到帐篷里去 不行不行 帐篷可挡不住龙卷风啊 糟糕 巴士情况危急 武福快过去救巴士 武福把巴士拉回来 兔兔在想 哪里可以躲呢 哦 土坑里 或许可以 快过来 兔兔跳到了土坑里 巴士和武福也下来 龙卷风从土坑坑进过 巴士好害怕 哇 龙卷风过去了 躲过一截 今天天气很差 电闪雷鸣道 咦 马路上怎么有这么多石头 把整条路都堵住了 土土过不去了 怎么办呢 武福快出发去救援 看 雨停了 太阳出来了 巴士和机器人们也去救援 救援车队到了 我们要把路面上的石头 都清理掉 小红小兰 先来抬走一块大石头 扔在树根旁 武福要勾起这块大石头 可是它勾不动 把挖斗换成钻头吧 耶 武福太厉害了 把钻头换回挖斗 勾起石头 扔在树根旁 巴士 你也要帮忙哦 巴士也来搬石头 放在树下 哎呀 巴士搬不起这块大石头 试试看能不能推动 别推不动 那把石头先敲碎 敲碎啦 把石头扔到树根旁 突突 快来帮忙清理 嗯 这有块大石头 该怎么搬走呢 哇 突突把石头撞碎了 突突拿起一块碎石头 扔到石头堆里 看 武福还在找石头 不 不好 危险 山地上还有松洞的石头 小红小兰 把铁丝网安装上去 铁丝网安装好了 武福可以安全地清理石头了 运输船 运输船运来了一整船木头 工程超队就位 准备卸货 运输船靠岸咯 铁丝网安装 伯二准备 出发 伯二要来卸下木头 先夹起木头 喊 伯二 你怎么啦 critical,伯二钓到河里了 伯福快去帮忙 伯福来到岸边 赶紧拉起伯二 好了 运输车开过来了 做好准备 要装木头了 无二把木头放在地上 掉头 继续 再来夹起木头 倒车 过去运输车旁边 运输车可以装木头了 运输车把木头夹起来 放到车厢上 再夹第二杆 车上放好 第三杆也夹起来放好 运输车装完木头了 倒车 把木头运走吧 运输船又拉了 运输车货箱过来 福尔快去卸货吧 福尔准备夹起箱子 哦 夹不起来 这该怎么办呢 哦 有了 有了 去叫吊车 吊车做好准备 出发 让吊车把货箱吊起来 成功了 倒车 放到地上 还有一箱哦 把这箱也吊起来 转动掉壁 转动掉壁 现象货箱 现货完成 运输船可以离开了 你们看 巴士正在路上行驶 嗨 巴士 哦 不好 前方有一块尖石头 可是巴士并没有发现 哦 巴士装束了 哎 什么声音 糟糕 好多落石 巴士需要帮助 五福兔兔 赶紧去帮巴士 小红和小兰也一起去 到达现场了 可怜的巴士 倒在地上 起步来 巴士别害怕 我叫五福来帮你 五福 赶紧过去帮帮巴士 有蛙斗勾住巴士 开始往后拉吧 五福 加油啊 五福 哦 能力气不够 兔兔 机器人们 快过去协助五福 兔兔就位 小红就位 加油 扶起巴士 可是 巴士好像不太对劲 五福快帮巴士检查一下 先把巴士抬起来 小兰 你检查一下 汽车轴承 有没有问题 好像汽车轴承 没有出问题 那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到前边看看 哦 是巴士的保险杠 被撞凹进去了 巴士的轮胎也被扎破了 巴士的情况很不妙 五福 去拿温度计 帮巴士测测体温 巴士 巴士测一下体温吧 哇 巴士发烧了 五福 带巴士回基地治疗 表冰 fire 4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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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